各位同学好 来看这一题关于斜向抛射的时间 斜向抛射的时间的判断的题目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 有ABC三个球抛出的轨迹 同时抛出同时抛出 那B和C的高度一样 然后A和B的射程一样 那这样怎么去判断一些结果呢 首先A选项他问的是在空中停留的时间 A球在空中停留最久吗 然后B球C球落地时间相同吗 A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把斜向抛射 从最高点把它切成前后两半 前后两半的话 它是对称的 前半段花的时间跟后半段花的时间是一样 而且后半段就是水平抛射 而在我们水平抛射的章节 我们了解 水平抛射 它的落地时间 就跟直接掉下来 从禁止释放的落地时间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想要知道它落地时间 只要看它的高度就好 那既然B和C的最大高度一样 那就代表说 它上升到最高点 花的时间是一样 下降到最低点 下降回来地面 花的时间也一样 所以B C两球落地时间相同是没错 然后B和A比起来 A最高点比较高 所以它会花更多的时间飞到最高点 那从公式上来看就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的从禁止释放 或是前置上抛到最高点的公式 那我们就可以看出 2分之1G是常数 所以上升到最高点的时间 是正比于最大高度的根号 所以B和C最大高度相同 所以它花的时间是一样的 A的最大高度比这个B还要高 所以A花的时间是最久的 所以A是对的 再来B的话呢 B C两球可以在空中相撞吗 那在空中相撞的意思就是 它在同一时刻 出现在相同的位置 这样才是相撞 在同一个时刻出现在同样的X和同样的Y 那这里就要分开来讨论 我们从B和C的最大高度 可以判断说 它的初速度的牵直分量 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都飞到一样高 然后重力加速度G也是一样 所以B和C它其实是会 在牵直方向它会同升同落 就是一起升高 然后再一起掉下来 一起升高再一起掉下来 它们的相对高度会是零 相对高度会是零 B和C会一起升高一起掉下 然后可是B 可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呢 相同时间内C走得比较远 相同时间内C走得比较远 所以C在水平方向的速度 是比B在水平方向的速度来得大 C的水平速度跟B的水平速度 来比C的比较大 所以在相同的落地时间内 C走比较远 好那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刚刚说 要在空中相撞的话 是在同一个时刻 然后它的X和Y相同 那现在B和C的这个牵直位置 是一样的 B和C的牵直位置 是随着时间同升同降 可是X呢 X的话C一直都会领先B C一直都会领先B 因为它是等数 X水平方向是等数运动 所以这样意思就是它不会相撞 不会相撞 所以B是错的 可能在空中相撞是错的 在C的话呢 那A和B的水平射程是相同 所以AB的抛射角一定是护鱼吗 护鱼就是相加90度 护鱼就是 两个角护鱼就是相加90度的意思 那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这个推理 C选项 水平射程 水平方向等数运动 所以水平射程就由 水平方向的速度分量 去乘上两倍的上升时间 因为上升和下降 时间是一样长 所以全程的时间是两倍上升时间 所以可以整理成这样 而上升时间又会跟这个 前直方向的初速有关 对不对 这个如果往上发射速度30 那重力加速度10 那就是经过3秒会达到最高点 所以上升几秒就是用初速 往上的初速 前直方向的初速 去除上重力加速度 就是它所经过的时间 而在两倍 就是全程的时间 所以这整个乘起来呢 就会是水平射程 那这里就会再用到一个 向量分解 就是如果 没有很直 如果这是 它的初速 那 还要画个地面 这个是 θ 的话 高射角是 θ 的话 那它的 迁值方向的速度分量 就会是 V0 的 sin θ 然后它的水平方向的速度分量 就会是V0 cos θ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V0 x 和 V0 y 替换成 V0 cos θ 跟 V0 sin θ 那最后整理层 最后剩下整理层这样 这个就是水平射程公式 那当 V0 固定 然后还有重力加速度 g 固定的时候 当 V0 跟重力加速度是固定的时候 那水平射程就会跟 cos θ 乘 θ 乘正比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 θ 是 30 的话 就会是 cos 30 乘 3 30 那如果 θ 是 60 的话 就会是 cos 60 乘 60 那结果 cos 30 就等于 360 那 cos 30 就等于 cos 30 所以这两个层起来 跟下面这两个层起来会一样 所以在初速和加速度 都是固定的情况下 抛射角 30 度跟抛射角 60 度 会有一样的射程 那可是如果题目说 它一定互语 其实是要在初速相同的情况下 才会成立 重力加速度 g 只要是在同一个地点 重力加速度 g 是一样 重力加速度 g 是一样 可是初速也要一样 初速也要一样 这个结果才会成立 所以 c 选项错 错在于它没有写到初速相同 它并没有写到初速相同 所以 c 是错 抱歉 要打错 再来 诸选项 b c 两球落地的瞬间速率 是 c 的比较大 这个也可以用我们 b 选项来看 因为 其实也可以在底下写 就像我们刚刚租的讨论 因为 b 和 c 的最大高度是相同 所以它在千值方向的速度是一样的 千值方向的速度决定它最大高度 可是在相同的时间内 c 走得比较远 所以水平方向的分量是 c 比较大 那所以这两个平方向加开根号 跟 b 的平方向加开根号 再讲一次 就是 c 的千值分量平方 加上 c 的水平分量平方 会比 b 的千值分量平方加上 b 的水平分量平方来的大 就是左边这两个平方向加开根号 会比右边这两个平方向加开根号 会比左边这两个平方向加开根号还要大 所以最后 虽然我们算的这个好像是发射时候的速度 可是因为它是前后对称的 它是以最高点来看前后对称 所以发射的速度大小跟落地的速度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就可以判断说 c 它最后落地的速度的确是比 b 还要大 最后一选项 到达最高点瞬间三球的法向加速度相同 这里就要稍微认识一下切线和法线 切线的话就是沿着它的速度跟它的轨迹 跟它的轨迹相切 好像这个在 c 的最高点呢 它的速度是向右 因为没有再继续上升 那这时候它的切线就是水平的 那法线就是跟切线垂直 法线就是跟切线垂直 所以在最高点的时候 法线刚好就是牵直线 它沿着牵直线的加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 法向加速度就是沿着法线方向的加速度 那今天这个法线在最高点的时候 最高点瞬间切线刚好是水平线 那法线跟切线垂直 所以法线就是刚好是牵直线 那沿着法线的加速度 这时候就是牵直方向的加速度 那就是重力加速度 不管 a 或 c 或 b 都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一选项都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相同没有错 所以答案就是 a 租 e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